从我的亲身起点的话 出租车这一块儿 比如说十年来缺失 降价之后都不加上升 一直没有涨 交通逐渐的超成堵塞 超成堵塞之后 对驾车的压力都逐渐增大 比如说原来烧油 烧三十几块钱的油 现在是烧气也烧三十几 但是加气的时间 已经超成了两三个小时 两道气 白板是两道气 得两三个小时来加气 一道气 够多小时 前两天已经上了两个小时 我又一次加了三个小时前天 这个 这是经常发生的情况吗 不是 对那段时间已经成了 经常了 没了办法的了 经常的 今天的热天 我们一直没有大空调 这是什么道理 咱们这个出租车也没有增加那么多 它怎么这个加气越来越可能 还有个气压不高 还有个改气 私家车也别多了 气压不够 气压不够 那个是 私家车也感觉不够了 全市呢 现在的加气站呢 只有三十六个 主厂里面 嗯 再加上呢 有时候中石油的天然气供应不足 气压不够 嗯 这个是什么 我问加气 我是加气 加气 加气 这个问题啊 在以前其实不存在的 以前因为重庆的经济发展没有这么快 这个中石油公共和重庆的指标也是够用的 加气 西南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我们加气站如何为出租车符合物这个问题 其实这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站点的布局和活力性 这两年根据市政府的努力啊 确实这一点 给我们做了很大的努力 给我们加气了亲自鼓励的 就是从01年开始抓气站到现在 全市大概有 好的 七四那个气站 七六个气站 主城市有五四那个气站 这是在市政府努力下完成的东西 这个事情呢 我们重新设在全国来说 而为重庆提高了一个很优越的条件 在优价涨到这么厉害的情况下 能够享受低价的天气的概念 我觉得这是政府出了一件好的事情 就加气站的第一个问题 活力布局 活力的加气站数量 现在基本能够满足 这是第一个问题 如果数量少了 不足不活力 肯定加气难 以前 05年以前就是因为数量不够 这个加气站 就非常多难 这一点我举个例子 我们的加气站 四个市场的座 大家 我给大家说一下 因为大家还不了解 政府好像不作为 其实不是这么个问题 我们的加气站是 黄市长 西藩市长 批了的 亲自批的 三个加气站 到三个加气 哪三个 除去门加气站 大气候加气站 和流地路加气站 流地路经验完工了 这三个加气站 全部完成了 而我们加气站的过程当中 大家知道 重庆市的 有一些 有一些前规则 很难建 我们的加气站 除了黄西藩市长 给我们批了 然后亲自抓的 吴家东市长 最抓的 最操心的是 王洪菊市长 在我们建基的时候 王洪菊 四次到我们站内 为副释放 然后这就设计了 三个市长 然后还设计到 我们加气站 要过那个 过街轨道 那一年是 那个市长峰会吗 那个过街 挖那个轨 要挖道路的时候 必须赵宏青市长 审批 我们十一点钟 拿出去 赵宏青市长 从外面过来 四个市长 来抓 具体抓了 由国民主任 金伟的 马主任 今天坐在这里 他们天天 您等一下 你是加气站的 是什么政府管理部门的 我们金伟 为他们服务 就是这次 他们谈到加气站的目的 我们就来解决 你就讲到这可以了 今天我主要是听这些司机们讲 我们想再说一个加气 你讲吧 你讲吧 你不要讲了 你讲 还有一个老师 那个比如说 那个重庆 加水那个 那个 机架器的问题 刚才我们前面 已经谈到那个问题了 你那个机架器 有时候的八分钟调 你十分钟都还在 不就叫前沟头 经常那个街坊 没堵得很 到处 整个重庆市的市场城市 也得大量的搞 自在超乘的堵车 他连终 你确实这个加气一难过后 超乘了 比如说 你这个 时间跑的空间少了 不管你停下 跑的时间来 你再跑得再快 还是一厘程来算 是不是 那个市场 那个 你一厘程来算 你如果说 一旦停下来 加气 有等过的时间 堵车一堵 有等过的时间 你上来了 甚至你不可能不走 不管他走那里 你堵 你还得跟他堵车走 是不是 嗯 所以都超乘了 加水的利润 相当拨 而且吃饭了 中国吃饭 还一常常 全部吃火饭 再去吃火饭 长期行的 你这个 加一次气能加满吗 加满的 只跑到一百多 一百七八十公里 都打空调的行为 打空调大概在一百二三十公里 嗯 所以到了这一天 根本不敢打空调 打空调的都要加三道起 都打空调都是两道起 就是说一天 打空调的话 就得 一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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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班是多少小时啊 嗯 十个小时嘛 十个小时 嗯 十个到十二度 好好好 你们是领养车啊 嗯 他们是领养车 他们是天宇车 天宇车还有 我们有车还要拿回去 我们天宇车可能要 下一次要跑两百公里 好 这是加气的东西啊 加气 嗯 这个 学校来跑不到 嗯 高雄的 高尘之后 你会起 你会起吧 嗯 好 这个刚才有一位同志 还有 你讲吧 嗯 然后你 那个后边的同志 你接着讲 啊 你先讲 你先讲吧 你讲 郭叔叔叔你好 嗯 你好 我 我作为处理教学呢 我觉得 你是哪个公司的 我是家人公司的 我叫原主委 这个公司是民营的 嗯 私营 私营的 私营的 有多少出租车啊 这个公司 三十百台 你开车多少年了 我开了三年多 嗯 三年多 开出租车开了三年多 嗯嗯 我总是这个行业比较短 嗯 嗯 但是我作为处理教学 我那段事情呢 说说 说老实 确实 也看到了很多问题 向你翻译哈 第一个 我想 讲几点 前面几个同志 讲了很多 嗯 我讲 第一个 就是 自发的问题 他们 主管我们的交接人和运车 自发 他 比如说 抢菜业班 我举个例 抢菜业班 嗯 菜业班后面那些出租车 停车 没有人管 嗯 运车的车子都开到了巡逻 死人不见 好 我们那种 我们出租车 想抢我们那种 必须进行站中文上 我们菜业班都是 都是一个修好 来站上 必须进行站中文上 他们那样都可以在后面 听起 都是那种 载客啊 或者其他的 都 具体 都是那些 还有个都是 嗯 交进摄像的问题 嗯 对于说我们 交进摄像 对于说摄像的问题 都是属于 他们自发呀 他们基本现在 基本上不现成自发了 他们基本上是属于那种 不现成就位 都是属于 我们的 那个伟账 所以我自己来讲 我的伟账 主要找到哪些地方啊 红带我是绝对 绝对不会去创 嗯 担心到我也不会去创 嗯 主要都是 靠边清车上校人 找的最多 都主要是那几点 主要是那种 还有一个都是 摄像 邪清他们摄像啊 各地上 他是躲到谁 他是躲到谁 你不晓得对你说 你只晓得到处来 交进对他给你发胆 发胆子来 你不晓得你找摄像 也不晓得你为了账 他就给你发胆子来 直接来 他是躲到谁 我都我想问一下 你躲到谁的目的是啥 你是为了让我们 你的目的是啥 为了让我们教训是 自由遵守法律法规吗 是为了 只是为了发宽预议吗 你的目的是何在 是谁 还有一个运政部门 比如像前段时间我们换套贼 我有一天晚上 两点多钟去换套贼 没换到 我们一备 西方四一备台车 摆在那个两路口那里 他们那时应该是通宵换 六点钟以前都可以换套贼 我们一备台车没换到套贼 当时一备台车没换到套贼 当时我们大邀请都打了 你换什么 换贼座套 座套 座套 换座套 这座套现在是一个公司 一个公司来换 还是统一的 它是保险公司 它是设了很多个店 但是套质不够 我们每个车的套质 是拿给了保险公司 是给了钱的 然后我们换不到座套出来 第二天 运车都把我们弄到现在都发我们的款 我们也发了 他说他也不管 他说这个你们可以去找保险公司 可以去给保险公司打官司 他都能够跟我们说 你说我们两个厨房 我们去找哪个打官司 不可能的事情是在不出去 还有一个都是 我说这个运家问题 你多少时间需要换一次做套 我们一天就换 每天换一次 每天必须换一次 它是每天一换 还有对黑车 比如农途师 我举个列农途师 我们公司驾训者 打过来的农途师 都是找黑车驾训者 他们太上学了 现在晚上 每天都有车摆摆摆去 没能管的 其实他们晓得是黑车 也不是说他们不晓得 那个具体商量会社 我们确实不了解 我们只能看现象 这个我问你 就这个黑车也去换座套吗 黑车不是 但是有一部分出租车 我不晓得是 就是说这个黑车 你比如说它不换座套 也没人查它 不是说换座套 我是说那个 是啊我知道 是那种 像光明有那种车 都是有出租车 重新出租车 有海挂 有约帖 原来是约帖 是正规出租车 约帖和约帖 是随正规的出租车 从我们来讲 这是个理解的 然后有 有七字头的有三字头的 还有鱼的 有啥子鱼比鱼的 不是铁鱼 那种口啊 啥子 X啊那些 K啊也有 您是这个重庆人吗 我是重庆人 我怎么就是 你讲这个话 我就听不太多了 就这个 不是 他这个 刚才这几位我都听得懂 他说 他说重庆的出租车 一套 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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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鱼�鱼�� 7字头的车,或者是3,这种没的字幕代表的,不带7字,带7字头的车,也是我们一模一样的,顶带颜色都是一样,只是拍照不一样 我的问题啊,刚才是什么意思呢?大家都反应这个黑车多,我的意思呢,就是能不能研究怎么把这个黑车有效的给它查货,截货 那么这个黑车呢,它也得加7啊,能不能我们在加7站就给它卡住,黑车呢,这个,还有你比如说黑车它也得换座套啊,我得查呀,我得全市都得查呀 那么你,黑车在换座套这个环节,我就得给它卡住,是吧? 换7站可以卡住 不换座套,我觉得就是,不换座套,就是个品质的 就是啊,哈哈 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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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伯夺套 try 恩 你 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黑车 这个黑车支离是 主要是支离那些支运车 这个支配车 所谓的支配车都是私家车 私家车 比如他自己花个几两万块钱 几万块钱买一辆私家车 投入到那个市场上的运营 这种现象是很普遍 曾经市政府在那个问题上 也进行了一些打击 但是现在来说的话 黑车非常的长距 越来越多 达到了这种泛滥沉灾的地步了 现在是 特别是从经历比如说 像龙头市或市长 刚刚前面几个同行 还提到这个问题 完全和我们的正规的 出租车抢生意 甚至为公共偶打 我们的出租车假设 这种现象是事有发生 而且很普遍 对这个问题 希望市政府 给我们解决 能够能够把那个黑车 打击下去 也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都是 希望政府能够 给我们多提供一些 我们停车的地方 我们现在出租车在外头抛起 以前说是 那个出租车那个 第一次车是一个比较贴俗的交通工具 但现在我们实际上在外头是找不到地方停 任何地方说起来都可以停车 任何地方都不能停 一旦有那些邂逅 那些摄像机 我们都不敢停 都是即使有 深刻 比如说像 有些时候遇到深刻 他需要在那个地方下车 因为我们都不敢停车 在这个地方存在着一个那种 执法部门 他不文明执法 他不文明执法 就像刚才我们这个同行 他不文明执法 对 不文明执法 他具体的一个 不是说不文明执法 具体的 刚才我们这个同行提到这个问题 到底摄像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维护交通持续的长通吗 还是为了这个法律法规 还是为了到底是为了法管而来摄像 那种情况下 我们的价值两种 普遍对这个怨言很多 就对这个摄像头不敢 摄像头 不是说 我不是说你自己摄像头 摄像头 就是自己正规的摄像头 那个我们是知道的 主要是指那种摄像就位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我是一个处则家 希望开了很久的车 不是在你们脚尾 脚尾那个门口叫红金大道 机上被摄像 这个很宽的路面 有深刻上下 我们鸡铛铛是很正常的 那种 那么很多有些 比如说现在有些那个 邪性队员了 所以邪性队员 不说你应该知道吧 邪性队员 也就叫邪性 交通前 交通持有个志愿者 他拿着摄像 就拖到那个摄像 躲到那个天桥上摄像 这种就是不文明执法 即使我们为了张 你可以走出来 站出来告诉我们 这是为了张 遵循我们的儿子 我们会很直觉地离开 但是我们确实有自己 比如说 从红端 创单行道 这种情况 我们能够接受 发我们的款 那说说 从这种多大摄像 我们完全不理解 这一点我还不太理解 就是说 他这个摄像 他照的这个东西 应该是比较客观的了 如果你不违规 他给你照下来 对你也没有损害啊 他这个里边 有哪些是不文明的呢 他不文明 他照下来了 只要经过他照下来了 我们都是被发了款 只要照下来 就被发了款 对 但是我想的话 他还能扑过到你 这个违规的镜头吗 有 他就操作了 有的是 他说 有的是 我们停车 我说那个话的意思 就是说 现在我们提的那个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 我们的出口就是 到处都没得停车的地方 对 都没有停车的地方 到处有摄像头呢 你操作了 他拍下来了 嗯 第二呢 你乱停车了 拍下来了 对 这个乱停车的地方呢 规定的太多 他们几乎没地方 就没地方 我们没有地方停车 根本就没有地方 可以让我们停 上下可以 我们根本都不方便 对象 对象比如说 对象 有飞机在车上飞 但底下没有机场 给他 供他 供他停下来 我们没得发的 嗯 你知道 所以希望政府能够 给我们解决 那个问题 把我们那个 就是停车难的问题 到底我们哪些地方 能够停 哪些地方 不能够停 请给我们一个 明确的支持出来 所以现在我们遇到的 是 任何地方都不能停 任何地方 你也可以停 没有一个明确的支持 你停下来 就会被法官 会被那些不文明的 执法者 所以普通的 这个刚才你说 这个照相的 邪情的主要是 这个交版部门管吧 邪相 公安 主要是交警的 这个邪情邪相 是公安 嗯 大概有多少 这个邪情的 我们现在的这种邪情 都是被那些邪情所使的 这些也是咱们老职工退下来吧 他不是 是在外面造型的社会上的人 这种人造型 他本来都不应该具有自发 他不应该来自发 他可以随意地拿一个摄像机到外头到处的摄像 到处设计啊 对 这种现象的 我们现在那个 我们那个 这个开车当中啊 经常遇到 很普遍 嗯 好 大家在谈 还有谁说 好 请吧 博士 喂 博士 好 大家好 我是 重庆市集救中心的妇产科的一名妇士 我觉得嘛 是妇事 哎 对 集救中心妇产科的一名妇士 我就想反映一下 就是前段时间不是说那个 呃 出租车罢工嘛 然后我就觉得给我们市民还是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就比方说我们妇事 因为我们每天晚上是凌晨两点钟上下班要接班的 好 然后这个时候基本上就没有公交车了 就只能靠 只能靠就出租车 这个给我们 第一个做给我们上上班造成了很不方便 另一方面 比如说我们120拉回来的病人 有些急救病人 比如说需要我们医生和病人家属来商量 说这个病人怎么整治 确立一个治疗的方案 或者说有些病人家属 嗯 到我们院以后 他来探望病人 来了解病情啊 到我们也都嗯 有很多时候是晚上嘛 很不方便也只能靠坐出租车来 好这些了我觉得就我们的行业而言 给我们造成了一些不便 然后我再觉得就是因为博书记嘛 到嗯 我们重庆是来比如说搞这个三十元建设 还搞搞车签 我觉得还是感觉上跟重庆还是争设不少 毕竟感觉给我感觉哈就觉得哎呀 搞这么多觉得还是一个很漂亮的城市 然后因为这是出租车罢工嘛 我觉得第一是给市民还是得不方便 嗯 然后呢感觉就是比如说有其他外地了 到我们重庆来旅游啊投资啊 轻伤啊就觉得嗯 呃像来是一个污点吧 感觉是这是一个很不好的 嗯 但是呢站在那个出租车朋友 暂时方面出租车朋友这些方面 我觉得表示一定的理解 因为毕竟 我觉得因为我曾经在做出租车 那个就在出租车上跟他们聊过 他们说每天占的那个板板钱嘛 就相当于就一天就三百多 呃算下来一个月的话也就七八千 好我觉得其实出租车朋友他赚的钱的话 算下来的话一天嗯 一个月算下赚的其实也不也不少 但是真正在他们手上了 他们说也只有两千左右 我觉得他的呃付出和收入不一定成正比了 嗯 而且我觉得出租车朋友还是相当辛苦 毕竟工作这么长时间 而且开车都需要长时间的这个精力要集中 嗯 而且他们没有真正的休息节假休息啊 这他们基本上就没有了 嗯 我觉得所以说这个还是表示理解的 嗯嗯 你看这是 咱们是市民对你们还理解 是吧 感谢理解 谢谢 这个现在这个刚才讲到这个板板钱 这个钱啊呃呃你们上过账没有 大概一个月呃呃得交板板钱呃得交多少 这个也不得 这个是没有位置 我们是一个车三个人 三个人你说我当那个班 都不一定当了钱 你说我上了四天 反正那个班门前一个月 班门前一个月下来的话 都是你这个车的每一个驾驶员 你到了好多班 都交了好多钱 比如说你当了好多个班 都交了好多钱 一个月如果有三十天的话 一天两个班都是两个的班班钱 是什么意思 我就说大概给我一个印象 刚才说比如七八千块钱 你们这个有这么多吗 有有有 大概一个月有六千六千多的样子 一个月一个司机大概得 一个司机一天是 不一个司机是四千多 四百四 四千四 一个司机是四天四 四千多 你是四千多 你们这些呢 班班费也差不多是这样吧 基本上 基本上 班班费 都差不多 一个月交到一个司机 一个司机 他是三个司机 是啊 一个司机要交到四千多点 这样 四千多 他说自己便宜 对 因为我最近啊 这个读网上了 这个概念不一样 有的说是七八千 有的说是两三千 我就是正好是 有这么个机会问问你们 实际大概是要多少钱 一般是你们认为是四千来 是吧 四千多 好 那个这个人 老大三 来来来 好 很荣幸的今天看到了博书记和黄市长 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 在我在说我的正题哈 我感觉到土土的司机 确实 您是这个 我是市民 市民代表 市民 您现在做什么 我退休了 退休 退休了 没事 在这个之前呢 之前我是那个 剧场的工作人员 哦 好 那个 确实这个土土的司机 非常辛苦 我们经常都看得到他们七早睡晚 而且他们也要养家户口 必须要有钱 没有经济 但是养家户口啊 正是这个年龄的时候啊 孩子在上学 家里还有父母 还要吃饭 那么他收入低了 确实是有意见哈 当然那个 有些司机是非常好的 经常在630里头看到 有些司机啊 在市到了上千上万的钱包啊 主动的去送给这个 衣食族啊 这些都是非常高贵的品质哈 非常好 我经常坐车 我没看到过聚在里 老年人上来嘛 可可欺欺的 非常好 他们哈 如果把半价收多了 是影响他们的生活 他们付出的劳动代价 不止那么点 所以他的工资低了 当然 他他前几天出生的问题嘛 事出有因 哈 但是有一个 我有个看法 就是说 不能停车 如果停止 你要是说 罢工的话 影响市民的出 而且市民呢 经常 重庆人又多 三些都啊 开玩笑 当一个国家了 那么出来的人 特别多 有急事的话 就没办法坐车哈 这个方法 我觉得有点不妥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重庆 是大西大利 窗口地区 影响不太好 哈 有事情 有问题 可以向市政府 可以向政府提出了建议 提出了要求 可以给公司协商 这么来解决 但是公司方面嘛 也要注意一下 不要把人家的劳动力了 整个里不给人家那么多代价 那个私有意见 要是我 我也有意见 但是如果停车的话 是不太多 这是我的看法 他们非常辛苦 他得不到那么多代价 当然他还是有意见了 是不是 这是一个问题哈 今后应该 这些在这一方面 应该给他们解决 他们该得到的东西 应该给他们得到 该有车站 给他们车站 该有厕所 应该想个办法 尽量地解决 另外一个问题呢 我觉得 看的都不是这个了 我叫他博书记来了以后呢 我叫他 重庆的市民呢 都非常高兴 为什么呢 在电视里头看到他 非常朴素 非常平易经人 在这一点呢 出台了好多这个 从经济到政治市政建设 从各方面来 反腐方面 正常在报纸上看到 所以我们的老百姓啊 就心里头叫他 重庆是有希望的 为什么呢 我们重庆有好领导 所以我是经常听到 我也是这种感觉 所以那天报纸上 才登了 多出几个黑脸包工的话 情绪就踏实了 百姓就踏实了 那是你跟博书记讲的 是不是 有些干部的一些 有害集体呢 要像当病人一样的 给他去进行 治病救人去开刀 所以我们看起来 我们在重庆是大有希望的 确确实实实是 我听得到很多群众意见 为什么呢 因为我过去是搞社区工作的 现在我退了 没搞了 群众意见 他能够抱着 重庆有救了 重庆有希望了 为什么呢 重庆有了好领导 所以今天我看到这些领导 同志 我非常亲切 非常亲近 就感觉到 司机也好 是各行各业也好 我感觉他还是有希望的 这些问题能解决的 肯定还是要想法解决 但是其他各行各业都可能有这种事情 也可能有些不合理的东西 也可能有些违法的东西 他市的师傅嘛 就像那个苏吉啊 黄司长这些市委的领导 能够经常下来了解一下 群众中间的问题 这个群众都高兴得很 你就问他会儿 喊问他会儿暖 他都感觉到这是一种温暖 对群众一种关心 老百姓有什么事情就敢反应 我说今天这出租车四季都很好 能够把真实的东西 确实的东西 具体的东西反应出来 这不是都是很好吗 这是我的感觉 我是台湾我的普通老百姓 说了对不对 那就不管了 是吧 抢作意 你知道这个市民啊 对咱们出租车啊 司机啊 还是很理解的 你知道刚才表扬啊 说的这个走到哪儿 哪次上车 看的老年人 你们就很客气 把他们扶上去 还有识经不媚 前些时候我还看到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 教管部门还给我一个 这个出租车司机的优秀事迹 这个好人好事还讲了不少 还有这个健毅勇为 还有帮着破案 是吧 这个确实有些这个出租车司机 在这些方面 还是够得上模范的 是吧 给这个广大市民带来 很多要帮助 好 大家接着说 好 博书记 你好 博书记你好 我来说两句啊 刚才我听了很多那个 出租车驾驶员的谈话 和一些市民 你也是市民代表 我也是市民代表 我在高校工作 因此我想有三个方面的意思 想向在座各位和市领导 表述一下 大家都知道 本月三号所发生的这个 停运事件啊 我可以这样说 它不是我们在座 各位驾驶员的本意 因为驾驶员也是通过自己 劳动来获得自己的深层的 停运因他们自己也要有所损失 因此停运它并不是他们的本意 那么对这个事件呢 它有很多的深层式原因 所以咱们重庆市政府 对这个事件做出了非常 积极的反应 今天这个会议呢 实际上就很充分的说明了 咱们的这一届政府 是一个非常开明的 是一个非常廉政的政府 有关公司们做出了很 这个应激的反应 类似于这个管制 有关垄断企业的范儿前 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打击 这个黑出售 利用政府可能的措施 增加我们生机的供应量 这些方法呢 很快就平息了这些事件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政府在这个事件当中 所做出的积极努力 这是令我们重庆市 所有的市民都是比较欣慰的 大家都知道 重庆市的出售汽车行业是一个特殊的行业 关系到全市人民的生活与生产 它是一个城市的窗口行业 形象行业 因为在这个行业里面呢 我们看到这次事件呢 实际上已经给我们全市的 无论是市民还是其他的工作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方面 都带了很多的影响 所以说我想呢 政府对这件事件的处理呢 应当是深得人心的 大家知道 当时也有出租汽车公司的 也有我们驾驶员 也有很多那个 比如说生机管理站的 这个干部所提到的自己工作 这个角度所提出的一些 意见嘛 我在这样想 应当说三十年来 经营体制改革的最终的终极目标 是要把经营体制改革的最终成果 汇顾于全体大众 因此我们每个行业都应当有自己 应当拥有的利润空间 我们刚才有些事物在说啊 与五年以前的收入和现在比较 因为很多方面的客户原因 导致了收入方面有所下降 那么也有刚才也有人谈到 就是对于这个公司的费钱 有多大的底力 才比较恰当 是一万块钱还是八千块钱 实际上我们可以 邀请相关的管理部门 驾驶员或者公司 坐下来讨论一下 在这个 这个公司投资这个 汽车官当中的成本里面 哪些是合理的 如果说我们硬性的压制 我们最低层驾驶员的 他们的利润空间的话 当然它可能会导致这个行业里面的 工作里面受到一些不 不合理的这个待遇 我刚才已经讲到了 我们这一次的停运 它不是我们驾驶员的本意 因为这个停运本身对他们来说 也是一种粉丝 那么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 无论是咱们国家还是咱们重庆市 都是我们所有市民 在政府的领导下的一个共同心愿 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维持而努力 这是我们每一个行业都应当做到的 那么我倒是希望通过这次会议啊 咱们政府在自己能力可及的情况下 为我们出车司机出车驾驶员 这个特殊行业里面 创造一些良好的金融环境和金融空间 类似于打击科出车也好 邀请他们这个从这个行业的人员 参与我们执法部门的执法也好 刚才有些家伦提到了 我们那些邪请在这个工作当中 这个暗中摄像 他目的是什么 实际上我们设想也好 就为也好 就是一个目的 就是在于减少违章事故的发生 让我们有一个公平的 合理的竞争环境和金融环境 如果说我们要请这些 这个从事一个行业的人员 参与在过程当中的话 我想他们这方面的怨言 可能要少一些 因此我想说的 我们每一个行业 每一个部门的人员 对构建咱们重庆市的和谐城市 安定城市平安城市 都应该做出自己的努力 我们公安交管部门 也在自己的岗位上 或多或少来做了自己贡献 因此我想通过这一次 这一次这个座场会 我希望我们这个特殊行业里面 真正做到重庆市一个 非常靓丽的名片 好 我的话就说到这儿 好 好 谢谢 这个出租车司机 这个师傅们呢 今天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机会 大家都面对面 所以你们还有什么诉求 这个大家都提出来 不要客气 好吗 博书记您好 你先等一下 这个先讲一下 司机同志 我来补充一下 在公司开出租车 有些比如像我们副办公司 就为我们职工 买了养老保险 和医疗保险 有些公司 就没有这些驾驶员 买医疗和养老 我就是在问这个问题 他设施力的公司的员工 如果不是吧 该不该吗 我就问这句话 现在我就是想了解一下 这个各个出租车公司 这个买保险的情况是什么呀 比如养老保险有没有 你们这些公司 我公司是买的 我还是买的 那个车子嘛 对于是车班长 车班长买的 嗯嗯 车助长 是 我不喜欢其他 养老保险 你们这个公司有 我们公司有 医疗保险 养老保险都有 都有 对 那这几家公司你们有没有的 都有 都有 嗯 也有啊 嗯 好 你再接着说 哎 你说吗 哎 你好 你好 博书记 在座的各位领导 哈 大家好 我是一名那个出租车驾驶员 嗯 然后呢 前面其实我们很多那些驾驶员朋友哈 就是我们的同行都讲过了很多问题 主要的呢 我还是 还有一定的补充 可能有些地方呢 有一些重复哈 嗯 那么我就归纳了 基本上有试点啊 第一个主要是打击 希望政府呢 加大力度打击那个 加大力度打击